最帅娘炮为什么是全智龙? 陆寒,退伍了你怎么和我争? 全智龙是韩国的国宝级人物 韩国的官方宣传片把全智龙放进去 更有甚者评价一起绝成全智龙 韩国之光,不是GD是GOD 全智龙和陆寒俩人可以说都是歌手了 在唱歌这方面,全智龙更胜一筹 全智龙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21张音乐专辑 对比陆寒的9张专辑,可以说是完胜了 全智龙的五官都比较精致,让人看得很舒服 笑起来也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让人联想到那句,爱笑的男孩运气都不会差 发型方面来说,和陆寒不相上下 有着韩国明星一贯的花美男发型 总的来说,全智龙的颜值处于中上 相比全智龙而言,陆寒的五官就显得比较秀气 不认真看的话,以为像个女孩 他本人的头发也是以烟灰轻蓬松微眷其刘海为主 颜值处于中上,因此俩人在颜值方面不分高下 答案是凭借他在亚洲的超高人气 以及在音乐上的才华成就 这一点陆寒是远远不及的 虽然全智龙只参演了俩部电影 但是俩部电影的口碑和他本人的演技绝对比陆寒要强的 总的来说,最帅娘炮这个称呼全智龙当之无愧